我拿到了这个刚刚我们BP的这个现场的一个资讯 LOOKING选手锁定了错误的英雄 选手在对方锁定英雄结束前向裁判反映了问题 并说出要选择的英雄 经过裁判查核以及确认 结果为我们重新开始BP 维持原BP并在本轮确定刚刚确认的英雄 后续BP正常进行 那就是 德莱文是要搭配泰坦的 所以这一首布隆其实是没有选对 所以说WE把布隆拿了下来 是的 现在真的好猛 格雷福斯南枪来了 是的 错了 这也是南枪当道的时候 悲伤也是属于这种南枪使用率比较高的英雄之一 然后这套中野看上去的话也会稍微的比较正常一点吧 就中路能提供一定的先手 要不然打野跟上路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先手呢 是 同个时候 那阵型上面就变成是 我觉得在展开上面 其实W这个阵容机会是高一点 但就看前期薰能不能利用奥拉夫做到事情 对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们 这把上路的火药位非常的高 那下一集BREATH 是都带起了点火 这把BREATH并没有带急跑 那上路是有机会抓的 而且薰这边是带伞的 是的 两边上路都比较进攻 都带了点燃TP 那就让我们看一把 基业的那种上野 乃至于上中野 可能再把辅助一起摇上来的对碰吧 全军出击 这把下路如果前前能用线拳 看一下熏护威奇 一些小龙的节奏 毕竟拿了一手奥拉夫 下路 露击斯利用球来防守 非常的小心 这本体站在这里的话 走过来了 对面一集入侵是很危险的 这里看到布隆 在ID这里 双人组其实也没有上线 挂到了减速 这边就是过来强防守 那W的想法是 我先来拉F6 如果F6能吃一整组的话能上 但是这边上 应该大家都上不了二级 吃了两个小的 但是这个大的还是想再争一下 勾到了 打一个被动 直接给治疗 再反手 卢卡斯将也有回机 也吃了AD的治疗 交散线拉出去 两边为了一个大鸟 现在八个人 站在这里 但薰这边是选择直接下沉了 当后续的话 好像W还没有选择救死作罢 一上去 直接Q过去 在奥拉夫斯交散躲过 薰这边回头 再一个Q减速到 薰克斯是有闪现的 这边徐洛斯掏到了一个薰 明星也是顶在前方 Elke回点 再一个Q技能 咬到 但是Wink身上的一个印记 是已经消失 他身上的Q技能是没有断的 往前继续来进攻 两边上路不知道这边下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卢克斯是一个勾 勾到了墙 而且 买将上来了 布隆被弄打出来 卢克斯这边可能要掉E血了 Elke一下去E死血 虽然这边被打出了墙中的E 损状态 但是没有死在Wink的闪现 把布隆 把Missian也给斩掉 两边最后打完以后 但上路这里单杀了 原本以为是 我记得是E换1 然后我 看了一下上路1-2 我以为我脑子 抽了 但发现是上路被单杀了 雖然月塔被 Breef塔下杀了吧 这个要看一下 但我看刚才兵线好像是在中间 不知道两边是不是突然间就打起来了 看见自家兄弟在下半区 打得也这么火热 上路一几 好像也做了个交手 但卢克斯这里回线的 血量很危急 Rookie两下停业都给带走 但交伞出来了 我的天 这波 的魔法法条已经出手了 卢克斯这边在拉这个 他想利用墙体 来做一个最远距离的一个闪现 也就是对方如果不交伞 得绕一大圈 而且薰这里也被赶走了 因为状态很差 看到一个满状态男枪 上次还交了一手 踢过来倒的 哇 两边三分钟 现在答应都说二级 因为这个红巴弧最后 是 悲伤又进来反了 悲伤又吃完自己的蓝 什么都没有刷 逆二组营地就来刷对面的红 来看一下上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看见可能就是这样就打起来了 W A 两边护A 发得先出 跨点火 打这个 哇 就直接A到底了 最后两下 冰 在喝水 他在喝水 他在喝附庸型药水 最后这个小冰远程冰 没有帮 勒伤把这个人头给换回来 是的 感觉那个血量都已经很危急了 是 小冰把锅给我背好 是 赶紧拉开距离 让那个平A没有这么快到 是 叫你买盘曲弓出门不买 对吧 这波攻速不够 最后 主要是 看起来血量原本是 赛的一个优势 在brief 最后那一个快刀乱减 把这个 又来了 勋两截 状态很 这个位置过来 被拉了一下 勋说我刷个三郎 是什么出现在这里 而且人还很多 其实三个人一起来的 勋这把奥拉夫难受啊 也去一直被入侵 搞得有点没办法 他现在十刀 也就是刷了两组多 对吧 因为前面是他吃了大鸟 然后那个 有些小鸟是被 两边的八个人 不知道谁各自了一些 主要这波下半区 其实也没有野怪可以吃 所以只能回家了 这是他是谢天谢地 自己 现在看一下 中路这波要抓 Luki Luki的走位 利用一个大飞的加速 左右扭扭掉了强路 却可以上来 强打一个吃军图 但毕竟强路没有中 这波明显是杀不掉 这波可能想逼一个 闪现没逼出来 但这波 你看现在野区里面 空空如野 悲伤已经把上半部的 薰德兰去刷空 这真的是好在 刚刚自己早点把那个 F6惩了 要不然这个F6不刷新 刚刚那个 他过来刷的那组F6 已经是第二组的F6了 是 看这把薰的前期奥拉夫 这个被打逼一级的 乱斗啊 搞得有点难受 给了小加速往前跑 但是不容易有Q 也不太能跟得上啊 还有个爆裂果实 是 现在 IG的竞技是领先的原因 是上路这里 虽然 Luki一开始的 二级对拼 是没有拼过 但是 刀上面还是有所压制的 实际上就是布隆站在这个位置的话 虽然没有办法进去换到野怪 只能叫做一起过来 辅助是往这边走了 就对线上面 你可以看到 中上两条线 IG这个 Counter的一个作用 还是有的 有哈娜和三郎 那这边好像不太敢 直接过去吃 反而是对下路有点想法 但是南枪也来了 要来一波四包三吗 因为南枪就在旁边 中上都没有GP的情况下 看一下W怎么处理 下路上人线有点难走了 大家把兵线看下第一时间 好像也不太能处理掉 怎么还想越吗 但是Luki也没有六级 先打了一波QW的一个消耗 但Elk这里是满血 MIS的血量也还有七八成 所以这波应该是越不了 对 奥拉夫来说 怎么不想帮奥拉夫 摆一个蛤蟆 就大家都在看线上的时候 他在旁边疯狂 对 这时候要想办法 IG听 对吧 要想办法把这个 补一下 对 把这个落势的达野给扶一扶 现在这把比赛 不扶他的话 奥拉夫要断开连结了 主要等级落后太多的话 后面很难受 很难做到事情了 靠着德莱文下路的 一个强势的一个线权 而且这样的话 奥拉夫还有机会 补一个核道迅结 现在Shakes这里 在看 但南枪很远 但薰这里可能没有 南枪的确定的一个资讯 但双人组 毕竟这边还在推线 下承接 再补一条线 经济稍微拉回来了 这条线也是很补身子 是的 下半区因为一直有线权嘛 然后奥拉夫叫了双鞋 过来先控小龙 这也是赛前提到的 这个优势所在吧 是 在11.12 更新了 可以上佛爷哥跟葛温的时候 其实欧美是更早地出现了 佛爷哥上路来对葛温的 一个对阵了 而且当时就是在点火 这样的带的话 前提对线是有优势 但是比较怕被抓 有大招 这么多有大招 一段位移 但位移完以后 贴在背上脸上 有红Muff黏住 两段Q扭掉一段 大招第一段没有 说得特别的多 但是Brief的伤害还是足够了 这么多就是用硬伤害 就是佛爷哥不带伞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抓死的 虽然你有一段大招 有一段大招跟一个W技能 前展优越的一个小位移吧 我觉得这把就是开局之前 对双方的上单也是有想法的 但是没有想到一级打完之后 奥拉夫是没有办法去上路 去帮助德赛了 主要是下半步一开 打得太激烈了 两边上路一开始是 一直在一打一 可能冷帅压线压久了 就忘记了背上这里 对吧 他自己河道刚刚是没有视野的 而且现在薰是不太有时间 过来帮你做什么反蹲的 因为危险线 真的是我刚好刷到上路 我才能来 因为我现在自己的一个 发育是有点小崩 但薰这波毕竟还是把奥拉夫的 第一条龙的控图的能力 给打出来了 是的 而且还叫了双人线 都往上半球去靠 去拿这个峡谷先锋 现在就利用下路双人线 能够先推线去支援打野 是 这里感觉 W是想接的 在奥克下去吃肚城 那看到了Wink在正面 W应该是不打了 是的 Brief也没有大招 毕竟你正面是少AD的 但这里 Lashar好像去追着 Brief消耗一套 但没有打起来 这波让下路 EZA单线发育一会儿 吃两层的话呢 这波交换也可以 只要没有发生 后续的路 一斜塔的一个线路 这把就继续限制 上路的一个发育 薰已经过来了 这波是囤的大平线的 包含Wink过来 要开始平速度了 三个人直接开始硬拆 打了波小节奏 是 但第三层会有点硬哦 因为现在三个人 在拆这个防御塔 但是还有先锋 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 WE的选择应该就是 跟你互推换资源 是 布隆来到正面 看一下上半部 这个第三层很硬 因为刚刚有三个人 在池里 这是一个动态的 防御塔根据人数的渡成 是 掉落以后的额外双抗 像是一个动态 如果要先走 这个防御就会掉下来 还是把这两层的 那一斜塔是IG的 那个AD都来了 推的肯定还是快的 但下路这里等于是 艾尔克一个人单吃 对吧 但这个 这波直接掩护撞内塔 IG这波的决策 后续这边 做撞内塔做的相当的不错 买了一个后续 可以直接拿内塔的普比 然后也去 也说一说野怪 现在才看到萨拉斯赶过来 是 但这么打伤的 其实是IG的打野的经验 对吧 因为悲伤是 刚刚在中路还推了一波线 是 她在中路 应该吃了不止一波线 是 她不会好兄弟的 Buff都出来了吧 就直接出现了那个 那个 打野到的一个惩罚 没出发 没没出来 没吃那么多 要吃到那个也是挺过分的 就还是疯狂在发育吧 就因为毕竟知道 可能也是比较偏后期的 一个打野类型 是 所以前面先把自己的等级 提升起来 那薰即使前期开局 打野相当的不利 但还是成功地控住了 前面两轮的目标物 有一条水龙 然后这个先锋 也是让IG上半部剧 拿到一个一鞋塔 是的 主要是这把 尽可能地去帮上路 压制住这个格温 前期的一个发育 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 打B这个阵容 确实它需要发育的点位 有点多 因为包含你最后一手 打野位 非常最后思考的是 选男枪 男枪一开始的作战能力 没有那么的强 除非你线上 本身控制很急 对吧 老搭档中路什么 立桑拙 但这把上中也是 这种控制能力 比较弱的英雄 所以这把 虽然格温有了两颗人头 但是这一波退完之后 德赛还是拿到了 一定的经济优势 那现在这个杜城啊 不是找到了一个机会 把兵线带了过来 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打野乐点图里面 悲伤更多的是在野区 这里直接偷 偷来 他应该是要到了 就拿来拿一点点小伤害 是的 现在在上路 刚刚去协防的时候 Shanks去偷了一手 Lukas的大招 那IG刚刚 熏的乐点 都是在线上 就上路现在出现了 秘密麻麻的乐点 已经看起来像个上单了 但Brief前面 还是拿到两颗人头啊 所以这对于IG来说 这个节奏 比较好的就是 Shanks的发育很差 这把塞拉斯 待会中间打比 可能是要让边线去 让他补伐欲 而且小龙快要杀了 这波 其实奥拉夫也在下半区 进行一个活动 因为第一条 小龙拿得比较早 所以现在越有机会 利用下半区 这个乔治线去找到机会 那下路这里来了 但Lukas还没上6 正面现在太坦 少了关键的一个大招 是的 有大才比较好 去留对面的一个伊泽瑞 或者是就直接 想考虑杀布隆 这波边线 其实对他就来说 有一点机会 但是就是刚才提到 那个点太坦没有6 所以也没有选择 强行去先手 做了个视野 看一下小龙 悲伤则是 继续地维持 自己的一个高速刷野 是 埋伏苦刷 是 现在已经8级 将近9级了 然后来上路 这里有机会吗 上路的兵线 是要推进来的吗 没有 是一个回贴线 那他应该还是要 如果真的要Gank 就得 看有没有爆裂出口弹下来 但这个时候 虽然是有比较好的时间 可以反应的 是的 但这波如果路透的话 肯定就要交换小龙了 这波想跃了 是 所以这波的话 一定是要做好准备 但下一波线也没有炮车 这不是一个好跃的时机 先把这个蛤蟆吃掉 下半区啊 就并没有看到 打野的声音 这样子应该也会 给上路一些提示 已经直接动了 是的 因为没看到南枪过来 但因为现在 Luki身上是有提皮 上路感觉 真的那波线是跃不了的 只有六个小兵 没有炮车 这塔盖的兵线 很容易是被火约哥给轻掉 所以这把整体IG 在前期控小龙的一个节奏 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 这把比赛是一个土龙魂 前面小龙的一个 获取的一个速率很快 13分钟两条龙 在打不一样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团战 阵容自己的装备 成型 要继续往后拖 南枪现在的话 已经是有狂风了 好 14分钟 这个半分钟的一个倒计时 现在冻层上面 打不一中下都还有四层 而IG这里做的不错 就是下路这里 因为刚刚奥拉夫 这边想控龙 在下路站了 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最后的两层 也没有给打不一的双绿鼠 再有机会吃 中路想 拉一波拉到了 他要给了大招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是 这波是先至军突刺 然后再用强弩 强弩到了以后 交一个R技能 Luki唯一可以交伞的空间就是 他强弩被定身的结束以后 立刻交伞 躲自己的大招 对吧 躲被偷的那个大招 只能躲了那个 躲一点点机会 感觉还是有点难走 MISS这波是愿意交伞上去 那是Shane找到了一波机会 把Luki给击杀 这波上路两边打起来了 都交了点燃 通关天灵完 但五根真以后再一个平安brief 这波背伤应该是没有助攻的吧 他应该上来 应该是个纯粹的单身 对 应该是赶到之前 烟雾弹都还没有飞到的时候 对吧 是 这头弹手的烟还没封 上路突破手已经是得分了 背伤过来看到了 对面在打下过先锋 也是地心只有野辅 不过得来问也往这边赶了 这波是想来跟你接的 是的 交了TP来正面是想打的 是 因为即使复活了 虽然TP没有好 就算他TP好了 他来也没有大招 少了低段大的一个伯爷哥 正面的状态能力就只能看 队友有没有机会让他收魂 有一个通关天灵 看下先锋的血量非常的低了 勾单身扑龙这边直接把Lukas给拦住 但Missing这里是吃了薰的一波爆发 自己血量比较低往后跳以后 这边Lukas被留下来 背上无形的拿下来这颗人头 薰身杖是两层的印记 虽然有大招 但正面团已经没有接的一个机会了 是 这波其实IG我觉得正面是接不了的 有点犹豫了 而且也第一时间没有走 他们也没有想出路线 对 就是有点想接这波团 因为IG的阵容确实 前期应该是要起点四 Lukas过来想找缠写的一个Missing 但大招空了 Missing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而且被I OK打了一套 冷战也是跟过来 但是把I OK打掉半写以后 已经到防御塔下了 没有最急的一个空间 这波打完之后 W一上野 其实节奏又起来了 这波我觉得Luky没有 应该是知道杀不掉 因为一周二有治疗 他应该就过去想逼一下 他能不能骗着治疗什么 这波招中路做的也是比较果断的 其实是有交伞的空间 但交伞他应该还会去布隆当 是 也会有点危险 对 交伞那个布隆其实贴在脸上 布隆是伞过来的 上路的黄尘PK 对啊 先通了一个Q 也没着急交自己的立场 等了一下 W到征服者出来 但是主要是这九根针是吃满了 是的 有贴脸 又是同样的位置 这不是回报 这是实时画面 W过来 现在有点重 再回头吃一个Q 这波葛温的大招也是有的 两边都有打 点火都没好 brief的点火会先好 上路打的真的是难分难舍 但现在Lushai在 我们的这个BO5的EP里面 现在是一个0比0落后 看一下能不能让赛哥起 在等打野 打野这边已经过来了 不是说好一打一吗 烟雾在直接减速 风退路 冷帅用大招走 brief这边应该是不想追了 因为看到IG的人 已经经过了自己的一个防守试验 闪着一勾 不到南枪 大招直接给 但是冷帅这边是没有大招 可以过去补伤害 反而自己 先被brief给剪死了 在奥拉夫这里 冲阵黄温一开 谁也不爱也是把上路给杀掉 brief倒下以后 明星直接从隔墙一个大招来解围 是的 这波南枪也还有闪现很难抓 但是下路这边完成了一波塔架的兑换 是的 Shank是先单杀了wink以后 然后后续被防御塔给击杀 打得好激烈啊 这段时间 两边现在乱斗了 进入了一个发狂模式 主要是打逼这个阵容 前面应该是要先发育一下 但是他们应该感觉到 自己的发育还可以 就提早的来跟IG打架了 是的 因为上路确实格温也是收获了人头的 虽然塔被推得比较早 但他依然有这个底计在线上发育 看一下下路 是wink这里先动手的 一个偷了一两 也偷了一个大招 扛塔扛得太厉害了 扛塔在被两段大给刮到 但是应该塔下又是 Shank是扛塔扛得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困难没看完 因为IG这里是走一波机会抓MISI MISI闪现没有好的 但有小兵跳了一下 被留下了一个破败王剑 这个囚禁人的距离有600嘛 是的 还是比较远的 小龙应该是可以续上的 是 MISI应该刚那个位置过来 就是为了做小龙的一个视野 是的 那中路的话 找了个机会把塔推过来 点一点 是 W这波就是很果断地 又把第三条龙给放了 因为辅助倒下 上路这里觉得 没有DP的Shank 单人去带上路的防御塔 这是W的第一座防御塔的一个收入 W应该是会去看一下 第四条小龙 前面这几条小龙的话 就没有太好的一个 大于去做争复 因为毕竟打的时间比较早 两边这边挺热闹的 就下路那波的互换 对Wink来说还是比较伤的 因为他自己掉了75的 德莱文的陈述 对 这个伤害挺高的 拖来溜一套 也把先锋处理掉了 二塔保住 两边互换一座边塔 IG现在 现在希望的就是这个前期应该要有一些小优势的阵容来说 能继续延续 熏前面比较早的为团队控下了这个小龙的一个优势 那上路刚刚的大人头是被熏拿下来的 那熏这里的经济也是补回来了 要不然你看现在本身营地的数目上面落后 背上是落后的比较多 是 这把的阵容就还是对格温有所威胁 非格加上奥拉夫 对 因为他也是可以带球进去的 就格温比较烦的英雄应该就是奥拉夫 也没有很好的手段去限制他 对 主要奥拉夫也是不跟你讲道理的 对吧 也不是跟你打距离战 不是长手打短手 他就是狂战士 就冲进去 对 正面来对上海 大兵现在起波打下来 刚刚经历了一个小乱流以后 决定现在继续稳住一下发音 南枪这边也去做了减治疗 现在两边开始争夺一下大龙区的一个视野 来到了中路附近推兵线 南枪这个减治疗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 毕竟对面上野的这个吸血能力是非常高的 下路现在 Elke还没有到自己的一个成型期 虽然女神类已经是叠满了 Win哥现在像是有两件套的 这把选择的是新石家 这个西兰刀 火鳥这点是第一件的一个核心装 是的 这波想来压一下中塔 你这大招刮完 状态保持的还可以 这波判断应该是 背伤不右招 大就可以守下来的 防御塔还有四成血 但Elke吃了一波 Rookie的大招以后 血量不是那么的健康 就刚狠一点南枪直接招大 就是告诉你 这波小兵 你推不掉 南枪也过来帮忙顶这波线 两边上路选手 现在是Brief先赶 从河道赶过来 省了自己的一个TP 楼下这边是没有踢的 也是徒步从自己的野区走过来 龙还有两分半以上的 两分二十秒以上的时间 这波是打不起来 但IG觉得自己的状态 应该是比较好的 毕竟他们有一条小水龙 还是能稍微 维持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 才要强行把中路外塔给压掉 是的 这波打其实就是想推中路 因为两边的中塔水龙都不是很多了 所以只要能把兵线压过去点几下就能掉 是 现在上校是已经给出了自己的一个判断 认为现在IG是一个6比4的一个胜率 打到直接给后方的一个Wink 但Wink这里是躲在了Lucas后面 但是也没有什么后续了 这边塞拉斯的状态也被打了一下 是 宣格是偷大 想配合Elk的一个大招来做一个远程的击杀 但Wink这里还是比较稳的 这条产线也都还留着 是的 所以不过W1打的也是防守的比较稳健吧 就没有第一时间什么各种大招就甩出去 是 就现在IG一分半后的这条土龙魂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来 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30分钟前的这个过渡 他们能不能把节奏给拉起来 在野区看到了布隆但是有人来接 因为毕竟W这个阵容里面的先手留人能力特别的弱 他的先手大概率是要Shank去偷泰坦的大 但打到5比5的时候泰坦大的正面 直接用泰坦大去开先手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是的 这一波的话冰界也没有完全的刮掉 所以说塔还是IG能够稳的推下来 是的 现在IG是想要想办法打出一定的进攻 而且打团的时候 他们的思路可以就冲着让了Shank有魂剪的这个思路去打 对吧 还有泰坦 有一个发条 有一个定点爆发很高的一个得来魂的射手 在打逼这里的布隆就会是防守面的一个关键 两边互推中路外塔 都是找到了一波对面人数有差距的一个时间 在现在两边身上其实 W1这边没有睁眼了 小龙坑附近坐了两个 德塞这也是开着扫描的 知道前面那个草丛 是被对面萨拉斯给站住了 是的 这波团对两边来说都非常的关键 是 W1是先在野区先主体中路的兵线 这波W1明显是想先动龙的 但IG也知道这个龙魂对自己来说很重要 德塞走出来想先消耗一下 没写的状态比较一般 是 配合逊的一个逆游头刺一勾 但是有一个技能 ELC这个一把三个人给提杯了 这波IG很有机会 逼近这个位置感觉也是一个死亡精神 这边有魂简 简单是布隆 跳队友上来 没有R技能拉近距离 选格斯已经是交前略 直接拉到了蓝BUFF的口子里面去了 那IG的土龙魂是可以拿到了 这波ELC有点给机会了呀 是的 虽然他没有被泰坦的后续的被动给敲了 但是他把深海冲击带到了队友的人群里面 他直接带到队友里面之后 跟上了一个发条大招 而且IG现在是不是 还有动大龙的想法呢 一个击杀的是双人组 复活都没有提匹的 IG这把很有机会 那这一波很关键啊 前面这个薰 虽然打野真的节奏是前面野区被反滥 但是还是让奥拉夫硬控龙 牺牲自己的一个刷野 队伍现在也是还给他一片天了 这个大龙没有视野 没有办法 这个大龙是已经被拿下来了 是的 而且人员因为从家里出来 其实这个时间来说的话也会比较晚一点 是的 因为刚刚打小龙团 所以这波IT正面是没有多余的演 可以来维持对面红buff的岸上的视野 选择这让Luki利用球在那边开视野 Luki刚刚差点被开 也是选择交闪现 最后也是保住了自己的一个一条命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Q到一过来 这个大壮起三个人 然后加上一个八条的大招 对吧 这波悲伤也是比较无辜 好险自己是一个男枪 比较灵活 有个狂风 有个意 兄弟那一瞬间可能人有点晕 是 怎么突然间就 有些时候一直是会这样 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很灵活 但是就可能会站在一些比较稍微危险的位置 因为正常的AD不可能站在那个位置 是 但是不过IG还是配合到了呀 就重点就是勾 大 然后八条大 对吧 就这些技能加在一起 然后所有人集火 创造一个勒帅 军命以绝的一个机会 是的 现在中路 大龙兵线过来 八条在旁边藏球 想给点压力 继续去压缩这个雪球啊 是 这一波男爵的前推对IG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的 不给你 这上野继续发育的空间了 是 主要是终于可以把经济给拉开了 下路的内塔拆掉 再拿800的总团队经济 中路也拿一座 这两座加起来1350 是的 而且下路还有兵线过来 两路的一个分推 而且W1确实在塔下的这个先手能力也是有所欠缺啊 这一场开了 Lashire Lashire刚刚确实位置压得比较深 但毕竟是有茫茫焦土 好像没有确切地给到W1自己的一个位置 是的 但这个高地守得还是比较坚决 是 那这波高地的话 IG要上难度还是有的 现在 Shank是先偷了一个深海冲击 那这里Lashire是直接来中路 配合队友 把中路的防御塔给拔掉了 W1这边想开正面先手 留一下 大道是给后方的一个位置 但位置的交差拉得非常的远 Lashire就找了 这里死掉以后所有W1的交差坚过来 Kreve是带着最后一段打 找到了Wik 最后是由悲伤拿到了这个Shutdown以后 这一波 W1正面先手 是直接打到了 IG只剩下Luki一个人 Luki反向这边 超级回程 4秒钟 W1最后没有办法中断这个回程 但是 IG这一波也把刚刚打出来的男爵之力 刚刚一度是来到了3300 3400 直接一波送回2000多 是的 中路被开到了 应该又是 又是塞拉斯拿了一个泰坦大招的一个先手 可以看一下 W先刮 大招刮 刮到薰 你看向克斯这个位置 他拿了一个泰坦的大招 然后先手进到了 刚好几飞了 他这边直接被控死了 他R技能想往后拉 根本没有 这个R技能 通过肯定都没读完就倒下了 其实旁边塞拉斯过来的这一瞬间 感觉IG是稍微要撤一下的 是 而且Luki的位置 跟队伍不是在统一撤 所以他的大招刚刚是想拉 Elke Elke选择用 自己的位移技能躲过以后 这波团也就炫告到 IG是没有任何后续打团的一个能力了 这波推了中路的高级塔 但是水晶没有掉 对WE来说的话 正面没有那么大的超级压力 是的 就两波 对吧 都有一个关键的技能 它叫做深海冲击 这也是塞拉斯这个英雄的魅力 这也是 因为这边就只有这个手段 就没有别的办法 能说特别好的去控到你的后盘 是 就是说布隆这种 W闪现上来给大 但布隆的大 只有对第一个组目标的 它的击飞时间是比较长的 是吧 它不是一个大量的控制 但深海冲击就不一样了 一条线 主要刚刚给的Wink 创造了那种就是 又逼掉对面的 主力的一个射手输出 又集火到 控制到了这个 对面打收割位的一个佛叶格 这波野区 IG有人在埋伏 像是拿了一手佛叶格的大招 是 因为现在不能偷太坦的 佛叶格走出来 想给你阵型的压力 现在已经驱散了 是 IG知道这个时间点 是要正面再给予压力的 不能因此 就刚刚那一波 就因此而胆怯 因为现在对于Shanks来说 他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先手了 大招可以用 W正面的先手能力 就是比较弱的 但毕竟没有大龙BUFF 这个兵线也没有办法顶进去 W也是五个人正面集结 来防守自己的一个水晶 那刚刚好不容易打出来的经济差 就一波回到解放前了 但这个如果出不来的话 阎伯伦会有问题 所以说W也是出来尝试一下 所以想开一下 IG是 卢卡斯开了一个鸟盾 飞格在报告 倒过来 W打到的是布隆 永双反而定住了 人家这边感觉又被鸟掉 鸡飞打到以后 最后是 ELK拿到这个人头 发现了大招又空了 只打出了一个悲伤的位移 哇 正面感觉 虚这个位置 能换掉一个 妈妈换掉的是一个辅助啊 这是EASRAE ELK拿下了一个DoubleQ 正面又是剩下 LOOK的一个发条 飞格直接走过来 那个位置被开了 这几波打完之后 感觉有点伤啊 这打B已经 把局面找回来了 LOOK一个人 还想要来偷这个水晶 但是旁边就有Shanks Shanks选择开大过去 永双没有定住 EASRAEL支援一个大招 但这个大招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边应该是选择 远古龙 LOOK就行了 远古龙三个人打 没有问题 因为IG前面打的 这个四条龙时间特别早 所以三十分钟就生了一个老龙 Shanks这边过来 再跟LOOK做黄城PK 但殷琴能被躲掉 LOOK这波还应该不会练战 因为知道这边已经打完了老龙 老龙的BUFF 加上队友可能过来 已经受支援了 等这边还在追 拉到了这一波 势力图都拉起来 有鬼输的 这个赤胶效果有被剪面掉 开了一个金身 但EASRAELK已经赶到了 一个包裂球果 没有弹过来 这边LOOK但是被三个人包夹了 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能反向跑跑 后面还有男枪 直接利用圆骨龙的加持收掉 那这样的话 W1是要追求一个双龙会的呀 是的 前面打的土龙魂四条小龙 反而成为了W1 这里为他人做嫁衣了呀 而且直接就开大龙了 是的 IG这里带蹲W1 上半步这边三角草丛 W1直接下龙坑了 是的 是想把人拉过来勾引一下 有老龙的一个BUFF 打大龙速度很快 直接选择放弃了吗 这波 好像不太敢接这一波呀 毕竟你是有圆骨龙的 而且打V这边还想要再留 因为圆骨龙的一个BUFF 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半呢 明星先举着防弹门上去 想要减速一下 空了 了断把这个精准弹门上一边挡掉 以后冲海程序过去 明星这边感觉扛不住 反手被撤海东西打起来 最后是又多达完 现在能让投赞 BRIVE已经进场了 只剩下Lexion回头再拉一个针 QR同时到 Lexion倒下以后 只剩下一个在场中央的一个薰 被处理掉 这波IG被打出团灭 团灭的同时Rookie复活 但是可能这场比赛 对于IG来说 他们真的错失了 那一线的一丝的机会了 现在经济已经被反超了很多了 6000块钱的压力给到IG 这波双龙会啊 感觉甚至有机会一波 老龙的BUFF还有40秒 是的 大龙更新的还有两分钟 大龙BUFF本身有三分钟的一个时差 大招 没一下700块钱 把一则收掉了 把一则润也收掉了 IG还有一口气可以喘吗 是的 好像这波阻断掉了一波高地的想法 因为WE这边 其实上中也都没有TP 不可能说回家补一波状态再来 哇 这一波其实L可有闪的 但柳战就不过来 他只要吃到了泳装 然后布隆被动 就直接被晕到死了 而且大小大高 其实又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 是没有拉到人的 比较回歇 这边是悲伤吃了一个深海冲气 但是自己是利用三段的位移弹到了 两段抱歉 狂风应该是CD 两段位移是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一个 这个龙坑里面 是的 但这一波回家的话 感觉这个南枪的装备有个很大的提升 他是在打那个远古龙那一波之前 应该就是这个装备了 而且现在Shank时的赛拉是从前面的被 你看他现在30分钟他只有194刀 但他的装备完全不输给Luki 他现在是三件套再加一个18成的 没打得卸魂卷 南枪回家直接巨蛇之下掏出来之后 还掏了一把帮户大剑 表这波打完确实又推了一路高地 太有钱了 我感觉佛爷哥这个英雄 跟Luki的风格没有那么的密切 就这个英雄不是拿着一把盗宝剑 直接上去合到天神下来一砍似的 他是要等时机的 对 他是要等待对面 这个跟自己队友打 然后进去捡魂 然后来打收割的 但其实说实话 IG从中路推高地那一波被开 开始其实他们阵型保持的就是比较差的 就没有说 他是没有闪的佛爷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带伞 其实打格温没有那么好受 但你如果 你不带伞 你带了点火打格温好受 这波四兄弟 给加速来抓一下BREF 打B的队员很远 但是很灵活呀 而且自己先招了一段大以后 好像要等队友过来 来做一个包夹先到的是MISSING IJ这边又觉得错了 IJ这边又流燃了 打B的这边BREF 是想要抠的呀 这边看一下WIG跟背上的一个单打吧 男翔一人在高地上面 把WIG给杀了 这边还捡死了一个辅助 是的 IJ被拉扯得很难受 全是在背上也抠了 还有一个TP IJ最后的这把夏季 在这比赛难道结局就在这了吗 BREF 回来这位置 可能还是有什么BREF 被拉了一下 还有一个环境吗 BREF 拉两个人 砍掉一个 在Elko这里 Ruby直接贴脸 胜利带拳 再一个QG 那金山大的基地被点掉了 是的 恭喜WE 以2比0击败了IJ 也再次宣布 IJ从18年 夺了世界总决赛冠军以后 1920到21的夏天 这是第六个赛季以后 他们首次无缘进入到 我们LPO的季后赛 是的 是要跟着队友一起去 慢慢地把团战 优势打出来 然后去收割 但这把的话 确确实实是 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那一波太伤了 导致掉远古龙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IJ 其实这把还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你看他们在前期 包括在中期 在小龙拿到了奥拉夫 这个组合 以及下路有限权的时候 他们在地图资源争夺方面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 就在 其实刚刚塔烈也说到 这把比赛的一个竞争 就是最高的领先在4800嘛 然后 第一条的男爵拿下来以后 其实是启示的 那一波可以维持在一个 5000左右的经济差距以后 选择把中路外卡推掉 那个时候 我觉得IJ的视角 也没有想要 常猜中路的水晶 但是被W1 打了一波牵手 Pong Plus W1跟RNG 最近这三个队伍的状态 是比较优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现在上位圈的队伍之间的 博弈 就好像是我 以前开始预言 我们也许会在 最后赛里碰到 是 对吧 我先探探 先探探 先探探 也是历史的风格 跟我们的PP上面的一个策略 这把的MVP 本场最大举手是给到了 悲伤 六次的一个MVP的一个进战 7-0-12的一个数据 打出的伤害战比是 将将好 差不多五分之一 后面 自己两件套以后 三件套 后面的两件装备 包含了这个 繁星的提醒 以及巨蛇之牙 都是为了自己 这个团战里面 需要的一个减治疗 或者是减护盾值的 一个能力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主持人松奇 让我们再次恭喜 西安WE2比0 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 我们邀请到的是 上单选手 Riz 请他先跟大家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E的上单 Riz 欢迎呼吸哥 今天也是非常 干净利落的2比0 那么其实因为 昨天的赛果 胜负关系 WE已经是确认到 季后赛名额了 在今天的比赛之前 会不会觉得 相对来说 松了一口气 或者是更放松的 去打比赛呢 就还是比较正常的 打比赛吧 就还是放开了 就放开去打的 那么说到今天的比赛呢 第一局的时候 你是选出了一个隔温嘛 我们可以看到 打野选手悲伤 他是一直在帮你 去上路gank 甚至是放弃了一些野区资源 在cover你的发育 所以你们第一局的 前期的整个策略是什么 就因为对面上单很厉害 就赶紧来抓 不抓的话玩不了的 不抓的话玩不了 我觉得就是呼吸哥的采访 一直就突出谦虚一个词 今天的 葛文在第一局的时候 打出了一个 8-1-7的豪华数据 但是在第一局的时候 中期其实双方的节奏 咬得很紧一直是有来有回的 特别是在大龙坑那个地方 也是盘旋了很久 一直在拉扯 26分钟的时候 Alk的EZ在那个时候 被对面的芒森开到了 但是你们马上反手去 打了一波Ace的 顺势拿下了大龙 当时这波团战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AD反应很快 然后那个瞎子 这样阿闪进来 所有技能都没了 第一时间就急火瞎子 然后我们就挺顺利的 把那波团赢了吧 也是第一时间 选择了对面的急火对象 然后团队的决策 也是非常集中的 拿下了那一波Ace 和之下来的大龙 我们来聊一下 第二局开局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画面切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是1V1上路真男人大战 下路4V4野区入侵 所以和我们聊一下 第二局的一级设计吧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 就觉得他们很猛 然后就我们队友四个人 就入侵对面野区了 然后跟我们上路 就没什么关系嘛 然后就他们就自己打自己 但是你当时上路那一波 单杀的情况是什么样 其实我可以看到 最后的最后一次 你颗粒瓶要 然后对面的小兵 那两个瓶也没有打到你 那么今天跟对面上单 交手的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对局我打了很多 就那波我就很有自信 我上我一定能赢 然后就刚好也就赢了 然后对面上单 就一直都很厉害 就也一直向他学习 其实之前我们看 今天的赛前采访 Brit選手也一直在说 也是和LPL选手交手很多嘛 也是在不断地 向其他的LPL选手学习 然后更多的 也是完善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 第二局在最后几波的时候 对面一度是比较 他们控到了四条龙 然后并且也是顺利地 拿下了大龙之后 在中路高地塔上 有一波推进 然后当时你们是 马上选择了反开 他们其实已经想撤退了 所以你们当时 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是他们 大龙推进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找机会开团 然后刚好他们有很多近战 去点了我们的塔 就感觉这波就能开起来 然后就开起来 结果还就赢了 然后他们发条也来得慢了 然后确实也是 在剩下的两三波团战当中 也是逐渐地 重新掌握了整个游戏的局势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到 目前WE还剩下两场比赛 其中包括一场 目前八连胜的RNG 还有Tobo 那对于你们整个春季赛来说 目前你们还是有一个机会 争取到一个 更高一点点积分榜的位置 所以队伍这个夏季赛的目标 是什么呢 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赛程 剩下的两支队伍 都也是非常实力很强 然后我们的话就 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吧 就不管输赢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 最好去冲击季后赛吧 一直是稳扎稳打 调整好自己的最佳状态 那么我们也期待WE 获得更多的胜利 再次感谢BRACE选手 来到赛后采访 接下来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 而言之京东一定要赢下RW的比赛 而且最好以2比0赢 他的竞争分才能来到正一分 而涛伯 BOG 以及苏宁 只要任意在后面的两场BO赛里面 获胜一场大分 他们同时就会进入季后赛 那只要三支同时满足这个条件 也就宣告着京东 无缘我们的季后赛 那最后就会锁定10个 我们季后赛的一个名额 也就是现在大概率来说 京东的机会还是比较低的 这个也是10%以下的一个概率 但是上面的队伍就是 接下来包含了8-6的三个队伍 他们要尽可能地在后面的两场BO赛去取胜 来争取一个高的顺位 以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对阵的一个东西部